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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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念过去的这个经文 我们都蛮熟悉的 那时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他的门徒应该怎样祷告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主导文 所以聖經在出現主導門的地方 有兩處這樣子的記載 一處是在馬太福音 另外一處是在路加福音 我們經常所用的 通常所用的主導文的文本 是在馬太福音裡面所記載 所以我們今天要根據 馬太福音這個主導文 來做一個探討法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經文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導文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 首先他有提到一個稱呼 他說什麼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 接著他有說了三項的我願好 三個願望包括了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家領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最後這個願望的內容 他實際上也包含了前面的兩個內容 包含了前面兩個願望的內容 然後這中間有三個祈求 有三個祈求就是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吃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 免了人的載 第三個是 不叫我們遇見事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你看 最後這個祈禱 似乎好像看起來是兩個祈禱 其實這兩個祈禱 是相互連結在一起的 但是這個主導文 最後用了一個送戰 來做一個結束 他說什麼 因為 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們 所以你看 當我們被教導 如何祷告的時候 就在主導文的一開頭 馬太就告訴我們 說 要怎麼樣來 做這個祷告呢 他用這樣的稱呼 開始 做為一個開始 我們在天上的護 我們在天上的護 換句話說 馬太所要表達的 信徒們 怎麼樣來禱告呢 信徒們應該在 信任上帝 如父親般的慈愛中 來禱告 信徒們應該在信任上帝 如父親般的慈愛中 來禱告 我們這些信徒 不需要長篇大論 我們也不需要強迫上帝 因為上帝是我們的父親 他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看到在這個主導文 剛剛念過去的一個上文 馬太福音六章七道八節裡面說到 你們禱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許多重復話 他們以為 話多了必蒙垂聽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一些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的父早已經知道了 由這一段經文 讓我們可以發現 整篇剛剛說過去的主導文 三個願望 三個祈求 還有一個送戰 其實都是奠基於我們最開頭的那個稱呼 它稱呼什麼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 什麼人有資格可以稱上帝為我們在天上的父 是什麼樣的特權讓人可以稱上帝為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 又代表什麼樣的關係 今天我們要透過以下的三個主題 一起來思想主導中這個特別的稱呼 我們在天上的父 首先 我們看到 我們的上帝 是耶穌的上帝 我們的上帝是耶穌的上帝 其次 我們看到 我們的上帝 是為慈愛的父 我們的上帝 是為慈愛的父 第三 最後 祂告訴我們 我們的上帝 是在天上 我們的上帝 是在天上 在進入看討之前 我們幫我們先做個禱告 我們願意再次把我們這段時間向祢仰望 願祢讓我們能夠明白 祢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祢是我們天上的父 讓我們能夠開場我們的心 迎接祢進入我們的當中 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我們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的上帝是耶穌的上帝 我們在天上的父 這個稱呼的我們 我們在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我們可以包括 你跟我就是我們 但是在這裡 祂也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一種關係 你我我們這種人們 跟耶穌就是我們 所以在這裡 祂讓人可以看見 你我我們 人們的上帝 也是耶穌的上帝 我們的上帝就是耶穌的上帝 首先我們要提到 兩種不同角度的上帝 摩西的上帝與耶穌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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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要 會被人敬拜 給人救贖 但是就是不會與人發生互動關係的一個上帝 他們敬拜上帝 要有一定的規矩和儀式 會有一定的朝拜的時間 朝拜的次數 還有甚至有朝拜的方向 在他們的經驗裡面 他們的上帝 會比較像是我們 舊約裡的摩西的上帝 摩西的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 我們可以透過出埃及記 二十章十八到十九節的記載 做一點認識 對於佛在舊約裡的 以色列的百姓來說 他們是上帝的選民 那上帝特別拣選他們 跟他們立約 然後對他們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當上帝召集了以色列的百姓 來到西來三下 然後要幫給他們 什麼 十戒的時候 你看看聖經怎麼樣描述的 在初愛奇節二十章十八節到十九節 他說 眾百姓劍雷轟閃電腳升 山上冒煙 就都發戰遠遠的戰力 對摩西說謊 求你和我們說謊 我們聽 我們必聽 但是不要神和我們說謊 恐怕我們死亡 所以你看 上帝的臨在 是一種令人很驚慌 很害怕的 很令人害怕的 以色列的百姓求摩西跟他們說謊 就是不要上帝跟他們說謊 他們恐怕他們死亡 為什麼呢 因為誰也不能肉眼見到上帝 肉眼見到上帝的必定死亡 這樣的上帝 是一個很威嚴 是一個多麼威嚴的上帝 我們也看到 在教委裡面記載 他們 來朝見上帝的時候 是不能兩手空空的 律法規定一年三次 以色列要向耶和法首劫 誰也不可空手朝見上帝 先知彌加就曾經問過說 我朝見耶和法在至高神面前會拜 當獻上什麼呢 是千千的公羊呢 或是萬萬的遊耳呢 以斯人大衛也曾經說過 上帝若喜愛 我就獻上 可見 百姓與上帝之間如果要有關係 就需要透過獻祭 來平息上帝的怒氣 舊約形容以色列百姓的上帝是個烈火 這一點也不為過 這是舊約裡摩西的上帝 但是 到了新約 在我們今天所讀過去的 馬太的主導文當中 他描寫了另外一個角度的上帝 就是 耶穌的上帝 透過耶穌 他邀請我們 讓我們參與了他的上帝經驗 他稱上帝為什麼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在天上的父 耶穌常常喜歡稱呼上帝使用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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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親愛的父親的意思 當時的確沒有人像耶穌這樣 用這麼親密 而且這麼溫柔的方式 向上帝說話 當我們跟他一樣稱呼上帝為父親的時候 我們也參與了他與父親的親密關係 我們被納入他與上帝的關係中 納入他與他的父 也是我們的父 那種溫柔的親近當中 耶穌與上帝這位親愛的父親 那種溫柔的關係 是一種很獨特的關係 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 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 也應該是如此 也應該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同一個年代 但是我們都讀過一篇文章 朱之青的背 這一篇文章 後來成為中小學國務課本裡面的一篇範文 文章中他描寫他父親送朱之青到火車站的行刑 他讓我們看到一位平凡的父親 看很多說 一指題 拜託一起同行的旅館查房 要好好照顧他那個要遠行的兒子 然後為了買橘子給他的兒子 弄得滿身都是塵土 這位父親把橘子交到他兒子手上的時候 他就拍拍身上的泥土然後離開了 這個蠻山的背影 混入來來往往的人群裡面 日後 朱之青藏在晶瑩的淚光中 想起他那肥胖的 青不棉老的 黑不馬掛的背影 這一篇文章描述了在家庭招紅辯護的情況下 父親送給遠行兒子的經過 通過朱之青這一個很不素真切的語言 表現了父親的一片大愛子之心 和兒子對父親的感念之情 這是朱之青對父親的體會 這篇文章之所以感人是因為 他喚起了我們很多人 對父子之情重通的一種經驗 但是 在現今的社會裡 我們也看到事實上 也有很多人很難去體會到 上帝像父親這樣的一個形象 為什麼 這樣的父親不會是溫柔慈愛的 是因為他們自己所經歷的父親 是一個很嚴厲的 甚至有時候他們的父親是不可信賴 而且是專制霸道或者是很苛刻的 他們很難將上帝看作是父親的角色 如果上帝像父親 他們會很害怕 他們害怕父親連帶 他們也會害怕上帝 對上帝他們有一種恐懼 那是一種受傷的關係 然而在這個主導文裡面 透過耶穌自己 他讓我們基督 向他與上帝的父子關係當中 當我們在基督裡面祷告的時候 就照耶穌與上帝的關係一樣 我們從父親所受的創傷 可以在這裡得到醫治 這樣子的連結 讓我們有資格可以稱上帝為 親愛的父親 我們在天上的父 你知道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八章十五節的時候說到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婦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不叫阿爸父 保羅要在加拉太書四章六節說 你們既為兒子上帝 上帝就拆他兒子的靈 進入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父 所以是誰讓我們有資格 可以稱上帝為我們在天上的父呢 是誰讓我們可以稱呼上帝是阿爸 是親愛的父親呢 答案是唯有在基督裡 我們才能夠有這樣的特權 唯有在基督裡 我們才能夠有這樣的特權 耶穌曾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遵守我的道 救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耶穌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 約翰福音8章36節說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自由了 我們基督徒每天都在用主導人禱告 但是我們也常常讓這個禱告 變成我們每天的例行公式 於是我們不再知道我們自己在禱告什麼 我們常常是帶著我們一種受傷的經驗 用主導人來禱告 但是當我們如果認識我們的上帝 就是耶穌的上帝的時候 我們的父親就是耶穌的父親的時候 當我們將自己投入這樣的新關係的禱告中的時候 我們就能有新的體驗 體驗到我們是上帝的孩子 這樣的經驗釋放了我們 讓我們有一種新的行為態度 也就是說 我們不再被恐懼和自我皇位所影響 而是充滿著信任與自由 接著我們要來看 我們的上帝慈慈愛的父親 我們喜歡看電視廣告的 給你看一張圖片 2008年 電視上有看過這個廣告嗎 那很好 這個是2008年的一個廣告 電視上流行過這個廣告主題叫做 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啊 廣告是這樣拍攝的 有一對父子坐在一列行駛中的火車的車廂內 兒子就透過車廂往外看 首先映入眼靈的是一群 一群雞 兒子那個孩子就說雞雞 然後爸爸就說喜歡嗎 兒子說什麼 喜歡啊 那爸爸說什麼 爸爸買給你啊 接著一路眼靈的是車車 兒子就說車車 爸爸就問什麼 喜歡嗎 他說什麼 喜歡 然後兒子說什麼 爸爸說什麼 爸爸買給你啊 然後接著呢 又是有一個房子 出現一棟房子 然後爸爸又說怎麼樣 喜歡嗎 兒子說什麼 喜歡 爸爸又說什麼 爸爸買給你 哇 最後 爸爸講了一句話 只要是你喜歡的 爸爸通通買給你 然後這個結論的旁白是 就是一券在手 希望補求 這是什麼 公益才缺的廣告 可是這個 這個廣告你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 媽媽買給你 很好 如果我們能夠有這樣 一位父親 是不是很不錯 透過一券在手 只要是你喜歡的 爸爸通通買給你 但是 聖經上 我們所讀過去的 剛剛所讀過去的 聖經怎麼說呢 主說 你們禱告不可向外邦人 你們不可效果他們 巴羅在以弗所書一章裡說 父上帝賜給我們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使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與上帝很好的 是上帝家裡的人的 弟兄姐妹 再大的福氣 都大不過上帝所赐天上屬靈的福氣 再大的福氣 都不如成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 至高者的兒子 你們說是不是 我們上帝師實在的是蠻有憐憫的 他熱以師福氣給相信他的人 耶穌在登山保訓裡 教訓他的門徒們說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 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反給他蛇呢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母 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弟兄姐妹 車子房子都不如成為照顧主的兒子 車子房子都不如成為照顧主的兒子 這樣尊貴的關係 讓我們可以放膽帶著特權 祷告說 願你的國降臨 因為國度權平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看第三樣 我們的上帝是在天上 我們的上帝是在天上 耶穌當年走遍各城各鄉 祂所傳的道就是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我們知道馬太福音 我們所念過去的五道七章 這個登山保訓 常被稱為天國國度的律法 天國盡了 國度就要降臨了 這個律法在舊約 就是上帝在新來山所頒的實踐 但是到了新約 透過耶穌 他賦予了天國國度律法新的意義 這邊主導文 像我們啟示的這樣的真理 我們向上帝 我們在天上的父祷告 所以說我們的上帝在哪裡 我們的上帝是在天上的 當然我們知道上帝是無所不在 他也在我們的周遭 他也在我們心裡 但是即使如此 每個時代和各宗教的人們 在向上帝祷告的時候 都好像是注視著天上的 他們覺得人們 必須脫離這個世界的 捆綁和城市的一切 才能經歷到上帝 而天空 可以讓我們的眼光 都往上觀看 雖然我們的父是在天上 在新約裡面 雅各書有一句話 我很喜歡 他說什麼 你們親近上帝 怎麼樣 上帝就親近你們 你們親近上帝 上帝就親近你們 上帝在耶穌裡面朝我們走下來 他克服了天與地之間的鴻溝 但是 有時候我們還是會陷入一種危險 就是他用世俗的思考模式 來思想上帝 傳道書的作者 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做王 大衛的兒子 一般我們相信那個是指誰 所羅門王 他曾經說過 我得了大智慧 勝過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 而且我心中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 這樣子的一位有聰明智慧的一位王 他告訴我們 最後他告訴我們 在他人生的晚年 他說 他的人生經驗 他說什麼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 查救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虛空 都是虛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以有的是後必再有 以行的是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 沒有心事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虛空 都是虛空 所以弟兄姐妹 這麼一位聰明 有智慧的一個所羅盲王 在他的人生經驗裡面 他的結論是 日光之下 並無心事 日光之下 並無心事 但是 透過這個主導人在這裡邀請我們 他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的父在天上 我們要把我們的眼光轉而向上 定睛仰望 日光之上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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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禱告 我們就以在天上上帝 主這一份愛的交友 天果在哪裡 天果在哪裡 天果就在你們的心裡 我們的心裡 當上帝居住在我們內心的時候 我們的內心就是天堂 天堂已經在我們裡面 雖然世俗的思考 常常那個謀士 他扭曲了我們的價值觀 讓我們時常失去了與他的關係 但是透過禱告 可以使我們接觸到 我們在我們裡面的那個天堂 他在喚醒我們對 你內心天堂的渴望 所以 前不久在張基 有古人神戶來做演講 我不知道我們當時有沒有人去聽他的演講 古人神戶是德國一個靈修大師 他出版了很多的書 在他的靈書著作中 曾經這樣寫到 當我把主導文放在馬太福音的框架下解釋的時候 我發現以下的一些意義 首先 主導文是讓我們更深入地熟悉耶穌思想的一條路 然後 馬太特別將耶穌了解為兒子的身分 他是上帝所愛的兒子 現在耶穌透過他的靈 讓我們分享了他當兒子的身分 在登山寶序裡面 他告訴我們 上帝的兒女應當要如何生活 可是在主導文中 他指示我們一條路 我們 你我 就像耶穌一樣 要去激勵自己 成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不只要相信上帝 我們也在經驗他 我們不只相信上帝 我們也在經驗他 在主導文的持續中 當我們很全心全意地在受念的時候 我們能夠獲得一種新的上帝的經驗 經上帝那種溫柔的慈愛 以及我們與上帝之間的一種親密關係 所以 弟兄姐妹 下一次 當你禱告的時候 馬太說要怎樣 進你的內屋 關上門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們要用主導文所表達的那個意境來禱告 請你怎麼樣 在信任上帝如父親般的慈愛中來禱告 在信任上帝如父親般的慈愛中來禱告 讓我們信任上帝 看待上帝如父親 享受上帝父親般的慈愛 橫切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說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 報答你 你們喜歡這樣的禱告嗎 你們喜歡這個馬太福音裡面所教導我們的主導文嗎 讓我們一起用主導文來做個禱告 如果你不會背 我們請把那個報告放到第二章號 能不能我們現在就來經歷一下 耶穌所經歷的 我們在天上的父是怎樣的一個父親 你心中的那個父又是怎樣的一個父親 你心中那個天我又是怎樣的一個天我 你裡面的上帝是怎樣的一個上帝 我們一起如果你會背 你可以披頭 如果你不會背 你可以看Hall Point 現在我們一起來用這個主導文來經歷今天我們的訊息 上帝是我們的父親 上帝是我們天上的父 好 我們一起請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跟你們為勝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職業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飲食 今次吃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免我們的載 不叫我們遇見事態 救我們多利兇惡 因為國度 權力 榮耀 全是你們 直到永遠 Am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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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